大家好,我想和大家介紹一種現代藝術創造 叫蟬曉,繪圖方法 這個蟬曉畫是由兩位創辦人在2003年創立的 他分別叫Rick和Marian,他們是一對夫婦 他的背景也是藝術家 2003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被他發現用一些圖案可以造成很漂亮的圖畫 而這些圖案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可以透過我們的植物、建築物、立體、三角 去獲成藝術作品 而面前我們介紹的繪圖繪畫 我們需要用道具 你看到這些是什麼? 其實就是不同形狀的繪圖繪畫的紫磚 原來紫磚是有一種很特別的紫 這個紫叫做無孫子 而且是可以保持數百年 可以保持一段很長時間的 譬如這個叫什麼磚呢? 叫圓磚 就像一個曼陀羅的畫 分別有白色,你看到 有茶色的紫磚 這就是圖案的圖案 畫完之後 在後面我們會寫日期、簽名、誰是作者 一般我們會用白色紫磚去畫閃小畫 也有茶磚 而畫閃小畫 我們有些工具 工具我們用一些叫做針筆 這支叫針筆 大家可以在書局買到 它有個好處就是幫我們畫的時候 可以一筆一筆畫 方便我們在繪圖的時候 就容易上手一點 另外,閃小畫要的工具 也有些 drawing用具 如果你有學畫畫 我們畫點線面 會推開一些圖 做一些陰影 都需要一些筆 如果你沒有,你可以買一支HB的畫素面 筆也可以 另外,這些也是另外的筆 可以幫我們在閃小畫作品 可以做一些東西 還有一支紙筆 閃小畫有不同的形狀 我們可以畫 有構圖 例如有三角形 可以在上面畫一些圖案 有些不同的磚 我們叫它剪磚 大家可以去看看這些作品 下一次我再和你們介紹 閃小畫其他有關的創作 好不好 再見,拜拜